那讲到今年没有涨到的除了鸿海之外 其实金融股好多档今年也几乎都没有涨到 这也让手上有金融股银行股的存股族都很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续报呢 而且金管会最新宣布说 明年要针对全国的银行来进行压力测试 如果银行业者你压力测试没有过关的话 就会要求你要减少发放现金鼓励了 银行总部外头摆出漂亮灯式迎接新年 只是过完这个年各家银行就要绷紧神经了 因为金管会宣布明年开始就会针对全部银行做压力测试 这回测试情境包含经济成长率 失业率 房价等等 要测试银行资本能否在加压情况下维持法定标准 一旦模拟考没考过就有可能会减少配发现金股息 感觉上可能赚的会比较多 然后也可能比较稳定 没有配息相对于就没有那个我想要存的意愿 比较没有保值感 我是不会 滴滴滴嘛 所以未来展望是我是真的没有什么前途 从股足听到新银行 但专家分析金融股并非不能买 只是买之前还是得看公司是否能长期赚钱 因为如果公司不适用盈余而是拿自己的本金去发配息 就有可能赚了股息却赔上价差 金管会为什么要限索股息配息呢 就是怕你把钱配出去啦 到时候公司的资产要亏的话那这样怎么办呢 重要的是说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获利 这家公司的获利到底有没有成长 再加上今年因为利率调降 冲击到金融股的获利跟股价 因此专家建议除了避免过度压保在同一档金融股 也可以试着把资金转向ETF 如果你年轻你存股0050 如果说你是退休主 你需要的是大量的稳定的现金的话 那就0056啊 因为0056每一季他都会review一次 对不对不好就淘汰掉 看来投资人得适当调节换股 因为如果继续傻傻警报特定股票 恐怕存股真的会变成存股了 东森财经新闻需要主席 许晶又台北采访报导 英国爆出新冠变种病毒之后 现在连德国也出现了首例变种病毒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发现变种病毒 各国都必须绷紧神经严加防疫 也让今年耶旦节特别的难熬 有不少失业的美国民众为了温饱 必须要到食物银行领餐盒来过节 相当的心酸 2020年的耶旦假期 恐怕是全球最难熬的一次 原本应该跟家人团聚庆祝的时刻 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失业的美国民众 竟然必须去食物银行 领取救济餐盒才能够获得温饱 而塞在法国与英国边境的卡车 司机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下 生活了好几天 现在则是以缓慢的移动速度 在前进当中 因为疫情而情况惨烈的还有德国 德国在24号传出 有一名感染者 20号从伦敦抵达法兰克福时 筛检呈现阳性反应 病毒的样本基因经过比对 证实是来自英国的新冠变种病毒 这使得当地的民众相当紧张 就连远在亚洲的日本 现在都相当担心 新冠变种病毒是不是也传入当地 因为东京发现 有两名染疫者才刚从英国返国 不过目前两人的检体 还在进一步的分析当中 而这次的疫情 也让许多原本想上街 感受耶诞气氛的日本民众 十分的失望 因为包含东京铁塔在内 灯光在晚上八点 就必须通通熄灭 但看看一旁的南韩 25号耶诞节当天 但是新增确诊 新增了一千两百四十一例 再度刷新疫情爆发以来的记录 非首都圈地区也频频传出群聚感染 感染了路径不明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八 南韩总理丁士军强调 最近许多餐厅以及酒吧 仍然违反防疫措施 偷偷营业 未来将会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来遏制疫情的恶化 中文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再把镜头回到美国 截至台湾时间二十五号凌晨 美国已经有超过一千八百五十八万人确诊 将近三十二点八万人丧命 这个月美国已经开始帮民众接种疫苗了 但是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调查却显示 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肯定或是可能不会接种疫苗 美国民众对疫苗普遍不信任 很可能照应于疫苗只花了短短八个月就研发成功 打破了一般疫苗需要四年研发的记录 一旦出现了问题 那生产疫苗的辉瑞 BioNTech还有Moderna等药厂 在2024年以前 对与疫苗伤害相关的法律诉讼 具有完全的免责保护 为了要增强民众的信心 美国卫生部投入七十二亿台币的预算 要在全国来推广疫苗接种 整起左手衬衫袖子 一转眼的时间就完成辉瑞疫苗接种 美国总统当学人拜登 透过网络直播接种疫苗的过程 希望借此提高美国民众对疫苗的信心 但是这效果似乎有限 最新调查显示 美国将近四成民众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没有意愿 截至二十三号为止 美国只有一百万人施打第一剂疫苗 和十二月要达两千万人接种的目标 天差地远 研究表示疫苗施打率要达到七成 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力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 似乎还是慢慢长路 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接种疫苗的难题还有先后顺序 大批民众高举标志抗疫 表示先行施打疫苗的都不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而资深的医生 尽管他们是前线人员 却不清楚自己的接种时辰 让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风险 根据统计到二十五号为止 美国已经有超过一千八百五十八万人确诊 将近三十二点八万人死亡 美国民众人心惶惶 就盼能尽速达成疫苗施打率 东森财经新闻 李某山科黄民综合报导 李某山科黄民众人心惶 李某山科黄民众人心惶 既成疫苗独合报导 一直追求 福尔方共和强务 最远症的伊朗 有